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将是成罪潜伏 下 编著 冯梦龙 播讲 夏秋年 储兵大获全胜 富渡洪水 奏凯而还 方出颂戒 少马报 储王亲率大军接应 献屯苛泽 得臣急于苛泽 夜见储王献结 储城王曰 明日郑军将率其夫人 致此劳军 当大臣福国以夸世之 原来 郑文公的夫人米氏 正是储城王之妹 视为文米 以兄妹之亲 嫁了姿平 随郑文公置于苛泽 相会储王 储王 储王是以福祸之胜 郑文公夫妇称贺 大出金箔 犒赏三军 郑文公敦请储王来日赴宴 次早 郑文公亲自出国 邀储王进城 设想于太庙之中 行九县礼 比于天子 食品数百 外加编斗六气 艳想之耻 列国所谓有也 文米所生二语 曰博米 淑米 未嫁在世 文米又率之以生理见旧 楚王大喜 郑文公同妻女更帆尽寿 自武置虚 吃得楚王鸣鼎大醉 楚王为文米曰 寡人领情过后 以鱼谅矣矣 媚语二生 送我一城何如 文米曰 如命 郑文公送楚王出城 先别 文米及二女 与楚王并驾而行 直至军营 原来 楚王看上了二生美貌 事业拉入寝室 遂成枕席之欢 文米彷徨于帐中 一夜不昧 然为楚王之威 不敢出声 以救那生 真勤寿也 此日 楚王将军货之伴赠于文米 在其二女已归 纳之后宫 郑大夫书瞻探约 楚王其不得令忠呼 想以成礼 礼而无别 事不忠也 且不说 楚宋之事 代表晋公子重耳 自周湘王八年事齐 至湘王十四年 前后留齐共七年了 遭桓公之变 诸子争利 国内大乱 极致孝公四位 又反先人之所为 赴楚仇宋 纷纷多事 诸侯多与其不睦 赵崔等司一约 五等士其 为霸主之力 可借以屠妇也 今四军失业 诸侯皆盼 此其不能为公子谋 亦明矣 不如更是他国 别作良徒 乃相遇见公子 欲言其事 公子从耳 溺爱其江 朝夕欢宴 不问外事 众豪杰伺候十日 尚不能见 魏秋怒曰 五等以公子有为 故不但劳苦 直边从游 今留其七载 偷安堕至 日月如流 五等十日不能一见 安能成其大事哉 胡衍曰 此非聚谈之处 诸君都随我来 乃供出东门外离许 其地名曰桑音 一望都是老桑 绿音重重 日色不至 赵崔等九位豪杰 打一圈席地而坐 赵崔曰 子饭即将安出 胡衍曰 公子之行在我而已 我等商议挺妥 预备行装 一等公子出来 只说邀他郊外打猎 出了骑程 大家齐心劫他上路便了 但不知此行 得利在于何国 赵崔曰 宋方屠霸 且其君好名之人 何往投之 如不得志 更是禽楚 必有欲焉 胡衍曰 无与公孙司马有救 且看如何 众人商议许久方散 只到幽辟之处 无人知觉 却不到若要不闻 除非莫说 若要不知 除非莫做 其实 江氏的碧切食余人 正在树上采丧未残 见众人还作异事 停手而听之 尽得其语 回宫时 如此嫩般 都属于江氏之道 江氏喝道 哪有此话 不得乱道 乃命残妾食余人 忧之一事 至夜半尽杀之 以灭其口 促公子崇尔起 告之曰 崇者将以公子更是他国 有残妾闻其谋 无孔泄露其机 或有祖当 今以除雀矣 公子已早定行计 崇尔曰 人生安乐 谁知其他 无将老此 事不他往 江氏曰 自公子出王以来 晋国未有凝碎 宜无无道 兵败深辱 国人不悦 邻国不亲 此天所以待公子也 公子此行 必得晋国 万物迟疑 崇尔迷恋江氏 由福肯 四早 赵崔 胡言 旧纪 未抽四人 立宫门之外 传语 请公子郊外涉猎 崇尔上高卧未起 使工人报约 公子偶有微样 尚未淑制 不能亡也 其将闻言 即使人 单照胡言入宫 江氏禀去左右 问其来意 胡言曰 公子向在敌国 无日不驰车骤马 伐胡鸡兔 今在其 九步出列 恐其四肢懒惰 故来相请 别无他意 江氏微笑曰 此番出列 非诵即秦楚爷 胡言大惊曰 遗列安得如此之远 江氏曰 如等欲劫公子逃归 无以尽知 不得会也 无夜来亦曾苦劝公子 奈彼执意不从 今晚无当设宴 灌罪公子 如等以车夜再出城 势必携矣 胡言顿手曰 夫人歌房为之爱 已成公子之名 贤得千古罕有 胡言辞出 与赵崔等说之其事 凡车马人众鞭刀求备之类 收拾一一完备 赵崔 胡卯等先押往郊外停泊 只留胡言未抽颠邪三人 将小车二圣 扶于宫门左右 专等江氏送信 即便行氏 正氏 要为天下齐男子 须立人间万里成 世晚 江氏至酒宫中 与公子拔斩 崇尔曰 此酒为何而设 江氏曰 知公子有四方之志 特聚一杯剑行耳 崇尔曰 人生如白居过细 苟可逝至 何必他求 江氏曰 纵欲怀安 非丈夫之事也 从者乃中谋 子必从之 崇尔勃然变色 歌悲不饮 江氏曰 子珍不欲行乎 亦狂窃也 崇尔曰 吾不行 谁狂辱 江氏代孝言曰 行者公子之志 不行者公子之情 此酒未见公子 今且已留公子已 愿与公子尽欢可呼 崇尔大喜 夫妇交作 更使侍女歌舞尽伤 崇尔已不胜隐 再次抢之 不绝鸣鼎大罪 倒于席上 江氏父之已亲 使人召胡衍 胡衍之公子已罪 即饮未抽颠邪二人入宫 和亲联席 抬出宫中 先用重入衬帖 安顿车上停荡 胡衍拜辞江氏 江氏不绝泪流 有辞为正 公子贪欢乐 家人目远行 要成红胡志 声歌奉鸾情 胡衍等崔崭小车二圣 赶黄昏离了齐城 与赵崔等合作一处 连夜驱驰 约行五六十里 但闻得鸡生四起 东方微白 崇尔方才在车上翻身 换工人取水解渴 使胡衍直配在旁 对曰 药水虚待天明 崇尔自觉摇动不安 曰 可扶我下床 胡衍曰 非床也 车也 崇尔张目曰 辱为谁 对曰 胡衍 崇尔心下恍然 知为严等所算 推亲而起 大骂子犯 如等如何不通知我 将我出城 亦遇何为 胡衍曰 将已晋国奉公子也 崇尔曰 未得晋 先施其 吾不愿行 胡衍狂曰 离其以百里矣 其侯之公子之逃 必发兵来追 不可负也 崇尔勃然发怒 见未抽执歌侍卫 乃夺其歌 以刺胡衍 不知生死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